Bosco 大老神父 ,血拼元,真是好吞吐, 幸好全家橙蘿蔔頭 , 在中華民國四十七年發明 了 , 阿伯伯 弟弟 ,蘿蔔頭認是認屁啦! 你看看這份在中華民國三十年的香港新聞 只告白先啦! 白吉麵 ,用滾水即泡即食! 這道堂綠吉是三歲人 ,無良局總理 ,中華總商會理事 。 每日做兩千磅貨幣 ,除了白吉麵 ,還有出白吉雞湯麵 , 旅行麵 ,幸運麵 ,大眾麵 ,萬歲麵 , 鹹通心粉 、甜螺絲粉 、花粉 、鮮蝦片 、四雞屎 、鮮湯素 、三雞屎 、雞湯素 、兩雞屎 、天椒醬 。 香港市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 ,又行過公展會的 , 就應該記得下 白吉麵 的宣傳爛口家家 。 龍乾真未去湯素 、風水香薰和麵羹 、滾水一針 、馬尚有得擦。 可惜唐綠吉在 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十日 星期五 凌晨四點九 , 在九龍城法國醫院 冰狗四嶺左 , 調鹹魚 在萬國殯儀館 , 被道士和他 唸完牛母 , 撞下荃灣 華人 永遠墳場。 Bosco 大老神父 , 快點 早回場奧職 , 返回戰前 , 去對面海遊麻底西貢街 門牌九號 , 即是大話戲院旁邊 , 唐綠吉吉 、白吉麵食專家 , 吃雲吞麵 , 馬拉野 、麗雲艇仔粥 , 雙皮燉奶樂 。 起算 、 百香火玩еше 咱們在四、百香火做得真 vontade的。 感谢观看